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者 丽雅 古兹曼 译者 洪慈敏 第二章 画出心中的模样 今天的艺术治疗练习是 感受圆盘 这个练习的目标是 辨识心情感受 提高掌控情绪的调节能力 活动时间预估是 50 分钟 好的 你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素描铅笔 一张四开的高棒数图画纸 彩色铅笔 粉蜡笔 与感受圆盘上的 情绪产生连结 可以说是 情绪调节的第一步 换言之 懂得辨识当下的情绪 是发展自我觉察的重点 这个练习将帮助各位透过命名和讨论来认识情绪 若你苦于不知从何表达特定情绪 不妨从以下的情绪开始找出共鸣 快乐 高兴 悲伤 冷漠 厌倦 生气 愤怒 挫败 喜爱 惊吓 焦虑 或恶心 以下是练习步骤 第一步 用铅笔在纸上画一个大圆 画圆时若需要帮助 可沿着圆形物体描出 像是圆口碗就很好用 第二步 将圆圈分成八个三角 类似圆柄图那样 第三步 在每个三角的边缘写下一种感受 完成后 会有八个三角 八种感受 第四步 为每一种感受 选一个你认为最紧密相关的颜色 轻易彩色铅笔和粉蜡笔混合着色 但小心别让颜色盖过你写下的字 以相同方式 在你的感受圆盘上 正面情绪多还是负面情绪多 如果是在团体的活动 你可以这样做 请每一个人先静静的评估自己的作品 接着 再让团体成员 互相分享个人的创作过程与感受 这是今天的艺术治疗分享 让我们把压力 焦虑 惶恐 不安 转交给艺术 卸下伤痛 抚慰身心 谢谢你的聆听 我是Mira 愿创作力让你的生活更美丽 感恩你和我一起完美疗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